現在的宣示判決主文 原住民族身份法釋憲宣判違憲 後續修法工作要在兩年內完成 然而判決卻引發塞下族人擔憂 恐怕衝擊族群內部的氏族制度 而這樣的擔憂也得從塞下族 現在所使用的漢信說起 每一個氏族他都有很清楚的這種對應 而且換句話說這整個漢信 已經成為塞下族氏族的符號 他不是當代國家的那個所謂的政策 所建構出來的 那他也在這兩百多年來 兩百六十年來成為塞下族的氏族的認同之一 約洪玉表示塞下族漢信約有十幾種 可追溯到清聚時期 且每個姓氏跟傳統神話息息相關 更是部落失誤分工的依據 以塞下族諸姓來說 就是負責八十大愛的氏族 假設以目前原民身份法判決來看 一個孩子的漢人父親姓黃 母親為塞下族朱家人 而孩子並未從母姓朱 照樣取得原民身份 族人就是擔心一旦孩子回到部落 無法從他的姓氏分辨 也不知道他參與記憶的權度可以到哪 未來有一個非諸性的人主張他可以成為 這種塞下族的那個矮林祭的這種祖祭的這個時候 他其實就跟我們的文化產生很大的衝突 那當然這個當然這個要有這個全族的這種共識 如果說以這個判決的話對我們塞下族的這個結構會產生衝擊 這是我們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未來塞下族群若沒有訂出一個身份認定的機制 依照現行判決恐怕出現越來越多非塞下族原有漢性 而介入塞下族的是族制度 進而打亂傳統的記憶分工 有族人期望維持原狀 也有族人表示傳統社會在孩子從母親家族姓氏 也有一套認定儀式 至於塞下族人的身份認定要怎麼走 目前小米穗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 也陸續在五峰桃園市區召開座談會 期盼達成族群身份認定的共識 原期新聞 阿拉斯許家榮苗栗南莊採訪報導